现场也是非常多的观众来TUPLAN的选手加油 接下来这一组NAZAROVA以及NIKITIN 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对选手 女选手25岁 男选手27岁 去年在市井赛是获得第20 NAZAROVA应该是在昨天 男单也是有在场边来观赛 显得是情绪较激动 今天在服装部分也是选择他们国家队的衣服一起来出赛 马上来欣赏他们今天的短剧 用漂亮的Transition 进入他们的Sequential Tools 双人同步的快速转体 今年的规定舞步Midnight Gloops I think your hands I've been around times and fall of my soul I'm so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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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 Step Sequence 飢餐 放在Catron Dance之后 不需要有大范围的一个呈现 Partial Step Sequence Curved Fluff 曲线型的托纸 Lion Open Mohawk 进入他们的midline step sequence 登场中轴线的连接部 中轴线型的托纸 乌克兰的选手 Nodorova以及Nikiting 完成今天的短曲 那变成是南丹的选手 是Morako 在场边来替他们加油 非常感人的一刻 其实昨天在南丹的比赛 就已经提到 选手的出赛 除了展现他们的技术 以及苦练已久的成果之外 真的是替他们自己的人民站出来 虽然说现在国家 深陷战争的这个危机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努力 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持续的在做努力 也希望带给大家非常正面的能量 对啊他们今天真的是 尽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 来将他们的曲目带给大家 那这首端曲 其实整个编排上 也真的是十分用心和细腻 他们有非常多独特创意的一些动作 设计在他们的曲目之中 而且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桥段里 还能够穿插进他们 带来画龙点睛效果的一些动作 在其中像是Pattern Dance Midnight Blues 也就是规定步伐当中 其实节拍跟动作限制 是相当严格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还可以搭配音乐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 Keypoint之后的一个转三 设计进一个女生下蹲 在站起的一个姿势 会给人为之一亮的感觉 那因为当时 时常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编创在他们的Program里面 让大家真的是看得目不转睛 再加上他们今天也真的是 相当的融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 那把整个曲目发挥的是相当的精彩 相信这部分在表演分 还有Program Component 跟他们的技术分值的一些GOE的给分上面 是能够获得裁判们的青睐 今天真的还能够顶住这样子一个 在战火之中的一些压力 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相当漂亮的一个Transition 接近他们的Sequential Tools 双人同步的快速转体 利用抓刀还有上单手的动作来做呈现 最终他们这一组是拿到Level 3的成绩 这里是Partial Step Sequence 相当有创意的一个桥段 而且也是有符合规定 两个人并没有 身体没有继续 有继续保持触碰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Curve Flip 曲线型的托举 整个难度性也是相当的高 在姿态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有动作的转换 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相当意想不到的编创动作 所以今天整首曲目都可以看到他们相当用心 跟细腻的一些编排跟设计 在比赛之前其实情绪是非常的低落 但是音乐一下还是马上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 所以非常的感人 而且可能因为战火的关系 所以这次都没有教练 就变成是不同项目的选手 一起来帮彼此加油 所以这精神上面真的是非常令人的感动 他们的精神已经超越整个分数 以及成绩还有排名 好上来看到乌克兰组合今天所拿下的分数 技术分36.99 被连分30.71 在短曲是拿下67.70分 目前暂时是排在第三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大气精神 继续在唱出的比赛好好加油 这次是排名下67.70分 在第三个位置上 在第三个位置上 在第三个位置上